林峰超老師 我們回家吧 也看你替自己想 你有我最傷心的故事 憲嘴風風風 什麼是你健康的理由 因為你是媽媽 媽媽 你的煩惱很念不給我 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媽媽 媽媽 你用青春我 一個世界給我 媽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媽媽 媽媽 你你用青春 你一心幾首蘇聯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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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去看文宗的優點 雖然要做到完全不在意 真的不可能 但為了孩子 為了讓這個家完整 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把氣氛緩和下來 試著多去看文宗的優點吧 你怎麼啦 你是哪裡不舒服啊 什麼 你胸悶悶的 覺得全身沒有力氣 我看你好像不太對勁了 來…我帶你去醫院看看 不用… 我想… 等一下應該就好了 不行啦 你連說話都沒有力 還未喘 我們現在馬上去醫院 正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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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來幫忙 我出門了 你今天是怎麼了 之前 只要朋友打來找我出去 你都會質問我 甚至跟我吵架 可是你今天什麼都沒問 因為我真的跟你吵累了 我想在為了打牌的事 跟你吵架冷戰 孩子們都需要你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分就好 除此之外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啦 嗯… 對… 你別客氣 應該是… 太瘋了… ,你別客氣 不要客氣 不是了 喂 程公管 阿梅啊 蔡啊 蔡啊 说点一下 阿梅 阿梅 怎么了 你不要急 慢慢讲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什么事 阿爸他住院了 阿梅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我现在去医院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不是要出门吗 现在阿爸的事比较重要 我跟阿婆说一声 怎样 不舒服 你要拿掉 来 来 拿起来好了 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 来 凤草 文忠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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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现在怎么样了 她刚刚啊 在家里都喘不过气耶 我不是叫你不要大惊小怪吗 我连凤草跟文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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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喘的问题再做详细检查 如果没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我 我要住院 我要回家 阿爸 你要乖乖听医生的话 要不然如果回去又胸闷了怎么办呢 就是说 你在医院 我回去拿一些换洗的衣物过来 阿妹 那我骑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 你们统统回去不要留下来 凤枣跟文中明天还要上课 你们赶快回去 阿爸 我们这么久没见了 让我留下来陪你聊聊天吧 阿妹 路上这么黑 还是让凤枣陪你回去吧 阿爸这里有我 那好吧 凤枣你就陪我回去一趟 文中 这里就麻烦你了 不会 好 那我跟凤枣先回去一趟 走吧 凤枣 上 上 好 好 爸 你口不会渴 要不要喝点水 我不要 我是想坐起来 好 来 小心 来 小心 来 这样可以吗 熔 稳中 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定义阿妹说 你最近很忙 是 最近学校事情比较多 阿爸 对不起 好久没有回去看你了 你不要这么说 男友你这个女婿 我很骄傲 大家都称赞 我有个校长女婿的时候 我都想到 当初我阻止你跟凤朝交往 你现在不会 为我那个时候刁难你吧 当然不会了 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没有做好 让阿爸不放心 幸好你没有被我下保 继续对我们凤朝坚持下去 现在证明我们凤朝眼光没有错 我这一路看着你当上校长 收人称赞 工作又那么认真 重点是 不是 你对我们凤朝没话说 又把家里过得这么好 我真庆幸当时 把凤朝交给你 其实我没有阿爸说得那么好 能够娶到凤朝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能够娶到凤朝 能够看到你们过得这么幸福圆满 我真的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文中 你很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凤朝 过得那么幸福 没想到我打牌的事 凤朝回去什么都没有说 要是阿爸知道我沉迷打牌的话 他一定会对我很失望 陈文中 你不要忘了当年 你说要好好照顾凤朝的 结果现在为了打牌 你却伤了凤朝的心 如果你真的要让大家以你为荣 你就不要再找借口去打牌了 你一定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喂 陈文中 小瓜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办法过去了 陈校长 你太不过意识了吧 你前几天赢钱 就不让我们有机会报草是吧 我们直接益处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去打牌了 先这样 我还要忙 好 再见 阿爸 原来你没睡着吗 你这臭小子 都几岁了 还捉弄我 逗你开心吗 马莎 你怎么回来了 妹妹 对啊 你是不是工作出状况 我工作很好 没事了 阿爸 晚点播给你吃 我是听大姐说 之前阿爸住院了 所以回来看一下吧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没有骗我 阿爸 怎么我现在说话 你还是不相信啊 我现在工作很稳定 不要担心 那现在也不是六日啊 你还专程请假回来 这样不好吧 反正我假多嘛 不请也是送给老板啊 而且我想回家一趟 很久没回家了 我想家 阿妹 阿爸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后来医院检查 才知道你阿爸 是血液循环不好 才会喘 医生有交代 回家以后啊 他要多运动 血液循环才会好一点 如果还是会喘 就先深呼吸 万一没有比较好 就还要再回医院 那 这几天就由我陪阿爸运动 帮阿爸出去血液循环 你不用放下工作陪我 明天赶快回去 阿爸 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平常工作可是很忙的 我难得回来 你让我休息一下嘛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老板的左右手 只是说 那个纸盒工厂做的有点无聊 想说去台北打拼看看 台北工作机会多 未来发展也比较好 你想换工作啊 这样好吗 阿爸以前常说啊 男子汉 要有野心 要有志气 阿爸 你觉得怎么样 我要不要去台北打拼看看 只要你脚踏实地 不管台中还是台北 我都赞成 只是将来 你也要成家立业 多存点钱 替未来打算 嗯 我知道 我都会把薪水存起来 你放心 你啊 讲的时候我最担心烦恼就是你 嗯 嗯 看到你现在 工作稳定 我就放心了 怎么了 阿爸 膝盖不舒服吗 我觉得 脚麻麻的 好 阿爸 嗯 我难得回来 一定要有点贡献 我来替阿爸按摩 嗯 嗯 想一点 你 你是在报复 我以前常拿筷子打你啊 你有 天地良心啊 我哪敢报复阿爸啊 我感谢都来不及了 不好意思 林先生 你难得到我们的按摩店 这样子的力道可以吗 嗯 喂 喂 你哦 你哦 整晚笑得这么开心 马莎回来你很高兴哦 是啊 他现在我讲笑话逗我笑 这小子改变很多 以前啊 我最怕他学坏 整天给我惹是生非 哎 哎 马莎哦 就是古灵精怪 比较聪明 所以呢 会惹你生气 以前啊 我最担心你们父子起冲突 谁叫他不好好念书 以前到晚啊 想一些有的没的 他居然给我考试作弊 他居然给我考试作弊 后来真的 不必他念书了 让他去机车行学一技之长 他反而懂事 认真了 嗯 仔细想想 我们做夫妻 几十年这样就过去了 专业之间 孩子们都长大了 是啊 以前我们两个人 为了养大孩子 每天拼命赚钱 总是被生活追着跑 这一餐吃完 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的时候 你都会跟我说 我们自己吃不饱 穿不暖 没关系 咬牙都一定要让每个孩子 吃饱 念书 受好教育 那你委屈嫁给我 真的辛苦你了 我哪里辛苦啊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跟你结婚 这几十年来 我们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 虽然政生跟凤兰 现在还在念书 但是他们学费 有前面的兄姐在负担 我们现在也轻松不少 结果孩子的重担 才刚刚放下 这几年我又病倒 害你加倍辛苦 你喔 一直说害我辛苦 如果你真的担心我 你的身体就要快点好起来 你以前不是经常跟我说 等孩子们都长大 你要带我出去走走吗 你不要以为我忘了 我还在等着 对喔 我有说过这句话 好 等我身体好了 我带你坐火车到处玩 真的喔 你还带我去坐火车喔 我在铁路局上班几十年 从来没有带你坐过火车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 我想去宜兰 还有基隆玩吗 嗯 等我好了 我带你去玩 那你说到要做到 你要加油 赶快好起来 阿妹早 你怎么这么早啊 我想说早点起来 帮阿爸摸一下 阿爸起来了吗 好 应该起来了 好 那我去看她一下 好 阿爸 阿妹 你赶快来看一下 阿妹 阿妹 我刚刚竟然发现了阿爸 想不过气 陈丁 怎么会这样 陈丁 怎么了 你是没办法呼吸 你照医生讲的 深呼吸看看 来 深呼吸 来 阿妹 阿妹 我看我还是校舍了 管送阿爸去医院 好 你快去驾身 快去 来 琴丁 来 来 来 你忍耐一下马上到医院 我知道你不舒服很辛苦 你忍耐一下 我马上就到医院了 我没事 你不要大惊小怪 你脸色不好还说没事 我们还是去一趟医院 我不要去医院 我胖 去了 回不来 你不要乱说话了 我们赶快去医院找医生 马莎 我去看一下马莎叫到车没有 你等我一下 马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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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叫到车子 马莎 马莎 你跑去哪里了 马莎 琴 琴 你在哪里 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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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莎 阿妹 你阿爸不舒服 我叫你去轿车 结果回到房间 你阿爸就不见了 你有看到你阿爸吗 阿妹 你有做梦了对吧 我在做梦 你这几天都做一样的梦 梦到阿爸又不见 阿妹 你爸已经走了 后事都办 你不记得了吗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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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一直以为 现在才是梦吧 马莎 你告诉我 你阿爸没有死对吧 我怎么好像在阿牧里 都醒不过来了 琴丁 你不是告诉我 你要赶快好起来 你要带我去坐火车吗 为什么你就这样突然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阿妹 你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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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 哩哩 李老师 不好意思 打扰你上课 怎么回事 你家里有急事找 赶快去接电话 喂 马莎 什么事啊 你先冷静一点 阿爸 怎么了 大姐 阿爸转不过气 我叫不到车送去医院 怎么办呢 好 你先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去请医生回家里一趟 怎么了 怎么了 有想到阿爸了 我心里有好多的遗憾跟悔恨 不如书客都会跑出来 我想到我没能见到阿爸最后一面 就觉得遗憾 想到没有能 你跟他的急情医生回去 我觉得我很恨 医生也说了 阿爸当时的情况非常地危机 就算他及时赶到 也救不回来 你就不要太自责了 至于 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想是因为阿爸 他不希望你看到他受苦的样子吧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 阿梅现在一定比你更伤心 只能吃完中饭 我们一起去看阿梅 阿梅 走吧 阿梅 我们回来了 阿梅 今天外面没那么热 挺凉爽的 等等我跟凤潮 陪你一起出去走走好不好 你们去吧 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只想留在房间里 阿梅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走走嘛好不好 马上说你这几天都没吃什么 也都不出门 我们一起去庙口 吃你才吃的面线好不好 不用了 我什么都吃不下 你这样不吃不喝 身体会受不了的 如果我怎么了也好 就当做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我不应该让你阿爸出院的 他如果不出院 他就不会在家里喘不过气 他就不会在家里喘不过气 结果是我害他 我害他 我害他就这样跟菩萨走了 他一定在生我的气 我在梦里都找不到他 我在梦里都找不到他 你阿爸去哪里了 阿梅 阿梅 我把过世不是你的错 是阿梦 医生不是说阿爸是因为长期握在病床上 导致器官衰竭才离开我们的 而且医生还说 你把阿爸照顾得很好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不要再自责了好吗 你们不用讲这种话来安慰我 你们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阿梅 阿梅 这样下去 我 我真的会很担心的 阿梅 如果你不想出去没有关系 我今天买了很多你爱吃的橘子 我等等请蜂巢布给你吃好不好 我没有胃口 我不想吃 不要这样吧 我特地去市场买给你的很好吃 你就吃一点吧 再说吧 你们出去了 我很累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好 好 那你休息 我们不找你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阿梅这样 阿爸的离开 对她打击一定很大 阿爸作风之后 都是阿梅每天相伴照顾 她现在一定比任何人 都还难过 但还是 要让阿梅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时间 时间吧 或许时间 能够平复阿梅的伤斗 这阵子 我们要多花时间 好好陪伴阿梅 好 嗯 嗯 陈生凤兰她们也很懂事 虽然还要读书 但下课都会回来帮忙家里 大哥大嫂也都每天回来 但就怕阿梅 会想不开 你放心 有我们在 阿梅的心情 一定会慢慢平复的 阿爸过世前 还在担心我工作做不好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要要跟她提 想去台北工作的事情 可不应该跟她慢慢开玩笑 为什么我当时 没有多跟她提我工作上的表现 让她放心了 你的表现 阿爸一直都看在眼里 我相信阿爸他 一定已经对你很放心了 阿爸这几年 都一直卧病在床 这么辛苦的复健 现在身体终于自由了 不用受到病痛的折磨 我们应该替她开心 姐夫说得对 大姐 我们自己要先放下 才能陪伴阿梅走出来 我回台中之后 会常打电话回来的 但是阿梅 就麻烦你们多照顾了 放心 我会想回来的 有很多的疾瘩 有很多的疾瘩 有很多虚价 不过有很多疾瘩 是不是 我看得到你 不是 我看得到不太多人 你什么也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到我 我看得到的 你自己谁想到的 你一个人家 你現在在哪裡 你好嗎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 能夠回到以前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你看你 兩個就要走他們厲害 我幫你挨挨 我好希望 能夠早一點跟你一起去 這樣我們兩個人 就可以永遠在一起了 沒想到阿妹還是走不出來 不然這幾天 我也抽空去看看她 就算是陪她聊聊天也好 但是你不是快要掉下了 事情很多嗎 事情再怎麼多 也沒有阿咪重要啊 謝謝你 這段時間 一直鼓勵我支持我 而且還處處地還沒照相 這本來就是我應該做的 阿爸在臨走之前 跟我說 有我這個女婿 她覺得很驕傲 但她都不知道 我之前這樣對你 傷到了你的心 所以 我一定要很努力 很努力去彌補 這樣阿爸 才能放心 只要你有心改過 過去的事 你就不要暫停了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再讓你擔心了 現在 我們就要好好努力一下 怎麼讓阿妹開心吧 阿晴 最近身體有感到更好嗎 她還是一樣她一直在找 我想說要帶她去看醫生 不過她就說 這是小瓜跟母娘沒關係 稍等我回去看看 如果有個嚴重 我就要馬上帶她去看醫生 那妳就要把親母阿姐補一手 沒有體力 那感覺不用那麼好 自從我爸爸過世了 她就很喜歡吃東西 那一陣子 阿姨因為我的客戶又走起來 她一直都沒出門 如果沒有我 我也想要去看她 阿布,妳不用煩惱 我們大人每天都會回去 家裡還有陣生和風亂營 我也會回去照顧我阿妹 阿丁 她去身體好好報道 所以今天早上出門 阿丁,這不簡單 第一,阿姨好好做出一個新鮮 現在還要換去身體 不然就開始了 我真的很辛苦 阿姨,阿姨 我跟阿姨好好的事情 都能夠這麼好歲 聽說歲了一位 她還要好好買到一台新鮮 更新鮮 和生活都很開心 阿姨現在 對新鮮也很期待 就是好好打招 阿姨 阿姨,妳看見我去看節目 那便當我來用了 我先來雅萍外山出門 好,阿姨 這便當我都穿得差不多 我先去外山準備出門 可以 謝謝阿姨 阿姨,妳早上天氣變得了 妳怎麼不加件外套呢 妳怎麼一早又跑回來了 我想到啊,鄭深奉了他們 白天去上課,家裡沒人 我擔心妳嘛 咳嗽這麼嚴重啊 我沒事 我只是一點小感冒而已 妳快去學校 不要耽誤上課時間 阿姨,妳不用擔心 我早上沒課 妳吃過早餐都沒有 吃過藥了嗎 還沒啦 鳳籃又煮了一些稀飯 我沒什麼胃口 我想說先煮點熱水喝 生病沒有體力怎麼會好呢 我幫妳煮熱水 等一下把稀飯熱熱之後 再跟給妳吃 妳吃完的稀飯一定要吃藥 這樣病才會好 不用了啦,我吃不下 不行 妳不吃我就不去上課 好啦,先去客廳坐 去等我 好啦,我去客廳坐一下 好 小心啊 阿梅,怎麼了 阿梅 阿梅,你怎麼了 阿梅 阿梅,你醒醒啊 妳不要嚇我 阿梅 咲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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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阿美是因为长期没有好好地休息 加上感冒 引起了肝发炎 医生是建议让阿美住院调养 怎么会肝发炎呢 那需不需要做其他更详细的检查 就等阿美的体力好一点 会再陆续安排其他的检查 肝发炎需要长期的调养 阿美出院以后我们就要更注意了 这些我都知道医生她也有说 只是阿美她自己 对她的身体健康态度很消极 她刚刚居然跟医生说 就算治不好也没关系 丁哥真的很难过 爸爸过世以后 阿美心情就一直没有办法平复 也影响了身体健康 今天晚上还没有我来照顾吧 你先回家休息 好 可是你刚掉到新学校 事情不是很多吗 没有关系 有些公文我可以带来病房看 你先回家休息 阿母 你怎么在外头的房间 就有点早就管一边了 小早就听到一幕 她的声音快嫌 好很快 今天一早 了吧 我就去菜市買一戶豬肝 是煮一鍋豬肝湯 來幫你補一下 阿嬤 你最近很久做 身體也沒說很好 你不用做這個 前幾歲了 我都沒去看他 今天我感覺我身體有比較好 我想要去便宜 看看 那便宜我都準備好了 你趕緊叫我阿嬤 阿嬤還要那些小孩 不用管我 琴 琴 你怎麼來 我盡情 阿嬤一直都沒機會來看你 阿嬤我聽說 你花花鹽 還要大便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來幫你看一看 我怕你有煮 紅棗豬肝湯 要來幫你補身體 抱歉 還不麻煩你 阿嬤演奏演奏十幾年 阿嬤 你不要跟我叫你開氣 來 太熱了 謝謝 好 好 我知道阿祖全給貴心了 你的心情一直都沒好 好 我是不知道阿嬤要怎麼來安慰 他 不過 你一定要盡情 早前我的生死過世了 好 我都不知道我的日子是要怎麼過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有什麼人好 有時候想想的 是不是整體體會比較好 計劃 嗎 他說 已經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